可以看到大批的學生是 洗地而坐聚集在一起 不少人的座位前面 還有一盞白光的蠟燭 他們這一些都是成功大學的學生 為了要聲援中國的白紙革命 那麼因為日前在烏魯木齊是發生大火 但是中國這個封城管控之下 造成十個人是來不及逃生 因此罹難 也掀起中國當地的一陣抗議 風潮也引發了國際關注 那麼成大的學生呢 也在十一月三十號的晚上 共同來發起默哀的活動 先來看現場畫面 現場是聚集了六七十名的學生 在這個臺南的大學路跟勝利路口 現場也是有遠景在介護的 那麼最後整場活動是和平落幕